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介绍在今天的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时代力量智库指引长李兆丽 大家好 邀请兆丽是因为现在政府又要再出重手了 昨天为了打房说要抓红单 在今天说要囤房税 囤房税到底有没有效 现在不是就已经有囤房税了 怎么又说还要再寄出囤房税呢 同时也邀请到资认分析师风开平 大家好 以及荒南投资董事长楚强生 大家好 邀请到房仲工会全联会荣誉理事长 李同荣理事长 大家好 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业 老官好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林永明 老官大家好 大家晚安 搞不好带你来关心 这个礼拜超级关键 美国大选日前夕 刀就是收红超过400点 台股在今天也涨了超过百点 特别是三大法人的外资 在今天买超了超过百亿 买超了145亿 所以这是押宝的买盘吗 关键时刻当然要请教出动 这是什么样的买盘 我想重点是上礼拜 一周外资卖了518亿 虽然今天加码 不代表是完全看好 也许上礼拜卖太多了 我个人觉得 现在还是有 大家比较担心 目前看起来 美国的选举在11月3号 真的也许没办法 那么快看出来谁胜选 可能会拖很久 会拖一段时间 如果说很快的明欠 不管谁当选 大胜的话 我觉得股票市场应该会反弹 会上涨 最怕就拖在那边选不出来 但是确实有拖在那边的可能性 那为什么美股 台股 这些投资人已经压住了 为什么 他们不怕吗 没有 我觉得上礼拜 你看外资到现在卖了700多亿 7000多亿 上礼拜卖了500多亿 今天稍微做一点加码 看起来还是可以接受 不代表完全看好 我们回头看美国股市 我们今天看一下美国股市很明显 这张表示上面的Dowjones 底下是NASDAQ指数 重点在于你可以看到 上礼拜五之后盘中 Dowjones已经破了 它9月份这个低点 当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波回挡幅度蛮重的 对不对 破了这个低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可以看到 最近传产类股 比电子类股来得好一点点 你可以看到 这个短线已经翘起来了 科技股还是相对比较弱势 但是重点在于 美国股市是一个不死鸟 如果我把它遮起来的话 在这个时间点 你觉得美股实在很可怕 它照样可以一路弹生上去 费城还破了今年的高点 楚董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这样把它遮住的话 对 你实在看不出来 你看前面的K线 那只是转弱了吗 你变空头了吗 一拿下怎么又躺了 我的结论在于 全球的资金还是非常的多 美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投资的标的 所以不管怎么看 我特别提到 如果发生这个选举延荡出不来 股票大幅度下跌的话 我觉得重点在于 这个时间绝对是一个 很好加码的一个时间 不管怎么看 总统还是会选出来 好 那楚董 因为你在法人圈 现在法人圈的心态呢 是适度减码还是 不用怕 没有 我觉得大家还会适度减码 因为这个事情真的 如果真的出来 你看美国一些商家 你看没有 在把那个橱窗 用木子盯起来 怕暴动 怕暴动 你看这是美国一个 民主胜利的国家 代表很讽刺 因为选民相互对立的 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个情况还是会发生 所以我们特别看一下 你看上周四大指数 回挡了5到6个% 一周 代表说震荡幅度 真的变得比较大 好 所以美股四大指数 上周大幅修正了 5到6个百分点 确实已经适度减码了 对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刚刚讲的科技股 我们看下一张 我们还是提到 所谓的FNG的概念 相关的概念 金牙股 金牙股票 特别提醒一下 我们一般技术面是 20%是步入空头的格局 你可以看到 Apple 可以看到这话底线的 Apple Tesla AMD Intel 全部都跌到20%之上 步入空头 上礼拜是超级财报周 科技股 大概三分之一公布 大部分的公司 其实上第三季 我们讲第三季 表现得非常还不错 但是对于第四季看法 比较偏保守 甚至有些没有提供 第四季的一个 view的部分 股价大幅度的修正 上礼拜你看看 金牙股的股票 很多跌到 礼拜五 跌了5到6个% 代表这个时间点 大家已经有点担心 对于第四季 美国的疫情 加上前景不明 选举的问题 所以看起来 法人有做一部分的减码 所以今天的涨势跌升反弹 对 我个人还是觉得 美国股票 不管怎么看 一定要看金牙股 如果选举完之后 金牙股如果还是 维持强势的话 我觉得台股 基本上不会太弱 最后我们还是提一下 我个人还是觉得 不管怎么看 每个国家的总统 都会特别注意股票市场 股票修正的幅度越大 代表未来 谈生的空间越大 所以千万不要 因为股票下跌 你会害怕 你反而在这个时间点 应该要去买一些好的股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键是手上要有子弹 要有子弹 所以说 你没有子弹的话 跌下来也没得买 对 新一段 还是要稍微留一点子弹 今年外资已经买了 卖了7000多亿台币的股票 卖了什么股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排行榜的前15档 即使外资在卖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两档股票还在涨 都是半导体 一个叫台积电 一个叫联电 即使外资卖了186亿 还是涨了81% 其他所有的股票 都因为外资卖 全部都下跌 我稍微提一点 你看到美国股市 金融股也是很惨 今年 所以看起来 你看到没有 这些金融股 我觉得暂时性 可能还要稍微保守一点 避开金融股 对 但是还是有些公司 我觉得外资在卖 主导了股价的下跌 但是基本面没有那么糟糕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统一集团 可以看一下 统一的部分 1216跟2912 我们先来看统一 1216 你可以看到 今天股价表现得还不错 你再看它的K线 对照外资 对照外资的部分 它已经在低档 整理一段时间了 你把时间拉长 时间拉长 你可以看外资很可怕 一路在卖 卖的金额非常大 事实上你回头去看 统一它的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 它的营收衰退不到1% 累计衰退不到1% 累计衰退不到1% 外资有需要卖成这样吗 不需要 所以你看 今天股价稍微好一点点 当然外资还是会主导 什么时候外资的卖超减少的时候 股价应该有机会去弹升 因为基本面变化没有那么大 另外看统一超 也是一样的状况 今天你看 统一超股票表现也非常的好 奇怪 今天同一超291 同样一样状况 你看它的K线图 配合外资的部分也是一样 外资不知道 今年对于统一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一路在卖 我们一样把时间拉长 一路在卖 你会看到 但最近慢慢有一些的 回补的 零星买盘 零星买盘 什么时候你看 什么时候不卖的话 股价还会有机会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像今天的被动原件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国据 2327的国据 国据也是一样 今天大涨 对 大涨 你可以看到 外资过去一段时间 也是几乎也是在卖 那国据在今天 这一根长红带量 对 带量 外资今天应该做大幅度的加码 这是多头的表态 我提一下 还是5G的手机 另外是电动车的部分 对于被动原件的需求 会比较大 相对对它是有利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什么 大力光 大力光 你可以看它股价 因为汇损很高 对 汇损很高 而且对第四季看法 没有那么乐观 所以股价外资一路在卖 但是提到明年看起来 今年应该最糟糕了 明年整个需求恢复的情况之下 也许它基本面有些改变 今年大概赚180几块钱 明年有机会赚到190几块 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等外资陆续回补 这张股票还是可以注意 这种股票就是跌下来 不要怕要买的 对 要买 对 那台积电呢 我觉得台积电 台积电没跌到 对 基本面还是无敌 你看即使外资你知道 卖台积电卖这么多 股价还是一路维持在高档 一般认为明年 明年台积电 至少可以赚到21块到22块 如果算这个本益比 看起来还是有机会 所以台积电 我刚刚特别提到 万一金融市场 所以台积电是跌买 不跌我们要买吗 对 我觉得如果风云变色 股票真的外资在卖的话 妄价修正 这档是应该可以做一个 加码的一个动作 回答行情 此时此刻应该富贵险中求吗 有美国总统大选 这么大的不确定因素 摆在那里 我们该怎么操作呢 而在今天 塞纳法人竟然联手买超了 164.14亿 法人好敢赌啊 今天台股强谈超过白点 而且收复季限 所以开平是看多还是看空呢 其实我这两次 两个礼拜来 我都讲一句话 我说大盘就是指数 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强力的执声 等一个人 对 等一个人 我说等确定的美国总统 那我说上去 上去也不会突破 可是 现在一番两个人 明年情况都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讲一个 很简单的结论 就是刚刚初总讲的一句话 深得我心 也是我这两个礼拜 我一直讲的 就是不管谁选出来 只要是确定 那美国 台湾股市都会跟着美国大涨一票 但是问题是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确定 对 就对对 歪托很久不能确定 所以这是选股的功力 你看现在找什么 震荡你要买 大跌你更要买 因为它的未来一定会涨 就是说现在 等一下 就是说现在 过去很少用 现在正在用 未来会大用 这种是大家才需要 而且是全世界最肯定的 所以也就是说你不太管指数 对 就是说指数 你看我举个例子 你看这个地方 台积电有没有大跌 要跌早就跌 不管谁当美国总统 台积电 他们都需要台积电 帮他们办好铁来占下 他们有高端的设计 没有台积电 帮他们做出来也没有用 你看今天高价的设备股 高价 高价这个股 今天是很强劲的 像这个精彩 这个精彩 今天必经 我告诉你 这一党是什么 很多人说 这党叫做军豪 很多人都想看着 把人在做股票 我在8月27号来这边的时候 我讲了军豪 后来我连续两三个礼拜 我讲军豪 很多市场上的人 都是十月份看到 投信在买 外资在买 才开始买军豪 我们是不是率先搭奖 3D封装的利基股 这种利基股 它不怕震荡 来 你看 现在比升不停 升不停 资金根本没有跑 最被动的被动元件 烂了八个月了 今天主动表态 这一党是 要滑星科 你要看的不是国剧 为什么要看滑星科 因为它今天并红灰 它今天是掌金板 国剧还没有掌金板 它今天带动 带动这个所谓的国剧 好 那这一党是 太阳能很尴尬 太阳能这个地方 做一个M型 所以说你要去追这种 就是你要去追这种 只是靠那一句话 你要去追 全世界都肯定的产业 所以这个你是看坏 是不是 我是认为说 它还有增长的空间 因为万一 拜登要是有什么意外的话 没有当选 这个就要凶 这个风险比较高 那风电呢 风电有EPS 可是问题是什么 它的股价都是高价 本一比过高 所以说也很尴尬就对 也就是说 不管谁当选 台积电一定特懂 对吧 高价设备股 立即设备股 以及被动元件 都不用担心 不管谁当选 被动元件只是说 一个低档起来 可是我认为说 真正问 全世界肯定的 就是说 碟我们要买 大碟你要买更多的 就是在台积电为首的 半导体供应业 好来 萧远 那个刚风总讲的 确实很有道理 但是呢 大盘会不会涨 我觉得筹码跟外资的态度 非常非常重要 冯总说会涨 冯总说押宝环就会涨 但外资在这时候 在干嘛的动作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天量说 好 大家可能买盘 没有那么积极 外资的借券 借券就是还没有准备 要空的这个金额 创下波段新高 外资已经在空的 借券卖出 也创下波段新高 那这波涨到底谁在撑 关股行库在买 所以关股行库 可能继续买到选后吗 这是我一个怀疑的问题 另外一个 冯总刚刚讲说 这些主流股在动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今天涨的是什么 国具 我们看一下2327的国具 国具是这一波都没有涨 然后突然涨 补涨 再看一下3008的大力光 这一波都没有涨 所以我没有说国际有涨 我是说要看台湾 所以这一波 我们可以定调是回升吗 我们认为是跌升反弹 好 来来 冯总 来 我简单讲 第一个 阿冠你记不记得 上次我有一次来的时候 刚好遇到那一天 什么国安金领退场 对不对 我说不用怕 国安金退场有关股会来撑 今天关股买 大家说关股都是关股在买 外资都没有买 为什么 但是那个外资借券是令人担心的 对 可是外资借券 台北股市有没有大跌 没有大跌 那为什么 外资借券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 三大法人买一百六十几亿 他们本来就是在那个所谓的一个 会对美国的母体会做什么 期货会在那边操作 那外资没有买台积电 这就更好玩了 外资手上买了80%的台积电 你要他买好买一盘 一家公司 台湾目前法规没有规定 没有办法让你允许百分之百 所以说他没有大卖的情况之下 就是正面的讯息 就是对台积电没有大卖 其实就是正面 那所以说他即便是 他现在目前没有大卖 万一押回来 我认为他就 价差拉大的时候 他就会有买台积电的机器位 那你到底看好谁 那他在办老天 对 那我当然不会去 请各位就是说那个资金 就是说还有一个现象 我要提醒各位 最近零股开始交易 大家有注意到 为什么台积电 永远是零股交易的首选 大家都一致认同嘛 可是因为大家只是因为资金说 我买不起四五百块的股票 我就去买了一点 所以没关系 我们就来找台积电工业 而且有独特性的 我刚刚讲的一句口号 以前很少用 现在正在大用 未来会用更多的 你看今天高价股的金财在大涨 买了6.2% 一百多块 红硕加增这种都是高价的 连高价的都会动 他就代表说 这个族群有那个味道出来 凡轩 这后面是站 这这EUV有关 台积电现在最著名 我们竞争业什么地方 7奈米 5奈米 4奈米 3奈米 来自于未来的2奈米 对不对 那以前EUV没有在用啊 以前的 以前的时代用什么 以前不用用到EUV EUV以前就是说 只要这个无城市里面 现在EUV要用什么 真空环境 所以说这档个股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的好机会又来了 因为你看 我们来做个比价 你看赚一块多的 股价对他一百多 两百多 赚1.55 今年要赚三块钱以上的 现在股价竟然还有三字头给你 因为大家对他不了解 他这个地方 竞争液涨了三八 因为他是EUV的什么 真空的这个 所谓的一个洞谱 那他用在半导体 面板跟太阳能 而且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 看这张图的一个比较 各位你知道吗 你看他最近 在高档上 他也是在跟台积电一样 在这边打了一个圆弧形 那你要知道 你看他的这个 所谓的获利面 上半年1.55元 毛利率是37% 前三季营收 创历史新高 营收创新高 毛利率这么高 而且上半年1.55元 法人预估说 今年大概有机会 三块二 那本益比大概也是十二倍左右 他是亚洲最大的真空枪体 他配合艾斯摩尔 给台积电EUV 我说我再强调一件 以前没有7奈米 5奈米 3奈米 2奈米的时候 不用那么严格的真空环境 你知道无程式 现在又是 以前没有那么用 现在又大量用 因为未来7奈米 5奈米 所以未来会用更多 所以说在这边 他有逐科 中科 南科 上海都有 6月份 他在南科 配合台积电 他又怎样 动土增加一个新产 而且他跟日本 你注意到 这个地方 他跟日本有一个叫明远 这个开发什么 射频产生器 我们没办法解释太多 我只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这个跟8寸晶圆的商机 也非常有关系 那是不是台积电 他也吃下去了 所以说我觉得 在这个地方来讲 你看现在这种股价 我们再回到上面一张 简单的结论 这种以前 真空环境吃下 没有用那么多 现在用很多 未来会用更多的 配合台积电的EUV 你看 1.55的EPS 所以封总看 台积电 半导体相关供应链 我封总讲的 都很棒 基本面很好 但是封总早讲了一点 筹码面 我们看一下 今天他说台积电 供应链很好 今天台积电 外资买一点点 一两千张 然后我们来把 今天的外资买卖操 前十名拉出来好不好 有没有台积电供应链 不好意思都没有 第一名是原大户生 ETF 入股的 国桥硕化股 友达面板 新光金金融股 还有一个是 富方Bits 来避险的 前十名买这么多 龙某台积电的供应链 我们真的要去追 台积电供应链吗 好所以 听起来小原是比较保守 但是我们明天会 持续来验证 踢管成绩单 根据我对外资圈的了解 就是外资最快最快 我估计要一月才会回来 十一十二月基本上 不会看到外资的踪影 所以我会比较担心 封总对外资 乐观的一个态度 你还加码给人家踹一脚 我没有踹哪一脚 那我们来检视一下 昨天的踢管成绩单 昨天艺娜老师推荐的是 一七零一的中华 我们来看中华 在今天股价盘中走势 出现的是小涨 上涨零点二一% 来踢管的是敏章老师 他建议买的是台表科 不过台表科在今天表现 不怎么样 跌了零点四九% 这是昨天的踢管成绩单 不过台表科 都解释了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下来 如果下来 我们下来 我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我 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